好,那就是很谢谢睡眠中心的邀请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小儿科 然后但是我是小儿神经后一个部份 所以就是可能我说自己看他跟睡眠比较相关 然后自己就是稍微读点书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如果等一下有什么 不知道什么看法都可以就是指导一下 然后主要就是我今天奥赖就是会有一个 准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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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然后再来就是准备的准备的准备的准备 然后最后呢我们经常说现在 其实我们这个准备的准备的准备的话 已经了解到他的准备的准备的话 是由什么来调控的 然后他跟我们的编写的生存是有什么关系 那最后经由这个机制了解呢 我们自己可以就是去了解说他准备的准备 这个准备的准备是可以作为一个准备的准备 那其实大家都怎样知道 这个准备的准备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名称 那这有一个混用就是准备的准备 就是准备的准备 第二个是准备的准备 那准备的准备 那准备的准备 它就是准备的准备 它大概是有24小时的戒律 而且它可以是被 它可以被训练 而且它可以就是根据 就是它的外在的Q 来调解它的体温 那它跟第二个有什么不一样 第二个主要强调是日夜的戒律 可是其实在很多等下我讲话 很多阶型的准备当中 其实日夜的戒律跟 人体的改革力 不一定是完全相互的 但是在很多的文章当中 都会把第一个跟第二个用来起 因为大概我们知道说 我们人体有一个很大的部分的Q 就是一个刚蓝 就是会刺激我们的视觉 然后导致我们才发律认的起动 所以第一个和第二个 大概就稍微差一点的 如果在很多地方会活用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律律和律认的话 它就是 它的律认是24小时 它可能长到两三天 然后七天后 那但是在跟癫症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明朝上在看那些癫症的病人 有趣的是说 妈妈跟你说 他又要控制的不错 可是他就是每两三个月 就会发多一次 他就会有一个很固定的节律 而且通常有的时候 他就跟你说是 他起床的时候 或是说 什么时候更容易发生 但他不是一个24小时固定的节律 可是他好像有他自己的节律 所以如果是一个大于24小时的节律 我们觉得是一定大于迷人 这样子 但如果最后可能就是小二十小时的节律 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Digilogical 里面的就是 Rain-Long-Rain-Psychological 可能就是62到90分钟一个节律 它就可以循环循环循环 要不停地循环这样子 那我们讲到这个的话 它大概知道说我们其实在 就是Gatalogen最常被启动的 就是这个Supron Vocatina Nucleus 那它可能会就是去刺激这些Supron 去做的这种地方 那这个Vocatina Nucleus 那这个Vocatina Nucleus 它还会主要去再控制一个就是 Medial Reoptic Area 然后去表示我们的Sumar Reputation 就是它感觉我们体温比较关系的地方 那如果是Venture Venture的话 它就会把他们会把所有的刺激 包含这边 我们除了就是相来的Q之外 它会有一些Leading的Q 因为我们其实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 因为它自己的反抗力更好 它会特有这个输入的 就是Leading跟Riding的输入之管 然后混合到最后 这个Dosal Medial Nucleus 的Hyperthalamus 最后它再把讯息往上传到Leader Hypersalamus 然后会表示我们 我们需要吃东西 需要醒过来 那它也跟Cody's 我们Release是有相关的 那它也会整合到这个VoPo的 这个area 然后去找Induce sleep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那个讯号 都是从我们外带的自己往上传 那我们就知道说 就是它到底可不可以 发出一个就是主要的讯号 那这是一个就是 在一个猫和它 那一次大脑阶段的时候 它去看说 到底这个讯号呢 是可以从外带往上传 还是说大力往下传 然后它去看一下 那就是说这个 Retrior Sonic Neuron 跟Sumcocodic Neuron 我可以看到说 其实它这个 Spindle的产生 跟Fast的产生 其实它在这边的话 相对应的话 就是它也有Spindle 所以它有一款 HighModic的Isolate IBSP 代表说 它这个东西 比它的Modic大 是从下面往上传下来的 因为它是一个Ecordic的CAD 所以它已经采取了 就是Codic的影响 所以它就是代表说 它这个东西 是可以从 Retrior Sonic Neuron 往上传 跟Hodicode Aurea 它可以自发性的往上传 它这边边前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说 边前有分成 就是Focalize的Eucalypti 跟Generize的Eucalypti 那通常我们 虽然大家现在 其实觉得说 就是很多Eucalypti 都是Focal 可是平常上 我们看到我们 那些多人还是 家里都跟你说 它发作的时候 就是大发作 然后眼睛瘡掉 它其实对我们做到一个机制 就是它到最后 这个Focalive的放线 它会经常有这个 它可能会刺激到 Retrior Sonic Neuron 然后它把它统合往上传 导致可能大脑的大放线 它可能有一个Area 然后从这个地方 往上传变成我们的GTC 这样子 也就是可能Focal 会进展到 Fatundary的Generization 或者是GTC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 这个实验 它也是在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CG 它在Codeco Generize 一个SkyWave的CG 我们会看到说 就是我们这个EG的 看来从这边到这边 那从这边的话 是一个就是 Generize SkyWave 它发作 那个Codeco Neuron 它在这边 是被 是被移植的 那 不管是这个Service 的EG 或Dips的EG 在其他的Code 它只要Generize 是一个SkyWave 的话 它在他的TCT 都是被移植的 那这跟天弦 有什么关系 这个生理现象 我们这样说 就是 天弦有一个部分 是Generize CT Planet 里面有一个Upsom Dealer Upsom Dealer 典型的特色 它就是为了产生 一个很 regional的Sweepers 发展Wave 的Recharge 它这个Upsom Dealer 做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实验 可以叫做 我们刚刚不知道 它可以自发型的产生 所以可能 如果说 有一个地方 刺激它 会把它从头往上闯 那如果有一个Generize 的Code 下来的去 它会怎么做呢 它反而会 被抑制 那反而会被抑制 那反而会被抑制的话 它是怎么样呢 就是它 代表说 它 如果说 它怎么被抑制 它没有办法把一些 从 听有Sensory的Input 往上闯 也就是这个小朋友 他可能会 突然被外在的知觉 也就要保证 思绪之觉 所以就告诉我们 说 其实 在这些 就是Sleep Related 的一些Neurons 里面的话 这些Co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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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 的Spargen Wave 都可以影响到 它们的一些功能 然后导致于 就是 天前Demology的发生 那 散开绿转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可以 就是 跟Human的Code-Code-Code-Code 有关系 一条Demology有关系 这是一个 就是Sleep Related 的实验 它就是 找了一些正常的Human 然后它们的节律 它都有些确定说 它们不是一个特殊的人 因为有些人的节律 不是24小时 它可能是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它们就是先确定说 它的节律是24小时 然后它让它进行了一个 就是29个小时的Sleep Related 就是它把它的 就是当它二三小时快要睡觉的时候 它让它继续的去维持它的 它的 它的 它的清醒 然后最后呢 再让它睡觉 所以就是会有一个 Wake Maintenance Zone 跟Sleep Remorting Zone 这样子 那它用这个 就是Trans-Cranial的刺激 去看它这个Cranial的 弱性有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那个Voltage 刺激 看它就是被激活的状况 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它 不同的stage 不管是它的高度 或是它的邪律 在我们维持清醒之后 它的一些 在它强迫它维持清醒之后 它的那个 Human的Cortical Observability 都是在往上升 它会到达一个高峰 它在Sleep Remorting Area之后 它就开始慢慢下降 它真的睡觉之后 它的这个Cortical Observability 就会没有那么明显的有差异 这代表说 其实我们在 如果我们让它 就是Wake跟Sleep 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可以 还是会影响我们 就是 透过这个实验 跟健康的全人 就在沙远这间 险的病史 它就是有一个Wake Maintenance 的狭状 它有睡眠缺乏的情形 后来是会让它 就是Cortical-based的DNA 会下升 那Sleep的话 可能会让它下降 那这边 Maltoni的Release 是可能 有一点点相关 那是没有完全相关 后来它会做一些相关的 所以我就没有到上了 那到底是不是 就是 是光告诉我们说 它是 它的DH1 有关的DH1 还是说它本身 其实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更重要 接下来这两个报告 就是就是其实 有没有光 这件事情呢 好像不是最重的 目标的影响 因为它做了一个就是 这是老鼠的实验 它做了一个 模拟就是 先有光的DH1 然后产生浪静的DH1 然后之后呢 去看它说 它DH1的次数 能在有光 或是Cortical-based的部分的话 会不会失去它的节律 跟它说这个节律 如果它的节律 有建立的话 它的节律在Cortical-based 虽然说它的Voltage 好像频率会比较偏大 但是它 但它的那个节律 都还是存在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好像跟光照的Q 不一定有完全的相关 光照Q只是其中 我们DH1的一个 它提示而已 可能不受安全 这个Cortical-based 可能它自己的节律 的产生态 那这一段 是出门里面的一个 的验证 这是一个 修了小朋友 眼前的一个分析 它分析说 到底是recognize 和Sleep 比较可以预测 眼前的发生 还是 这还是Nine 就是这一支光照 可以看到说 对跟Nine 这一组 其实很多都没有办法 特别的预证 可是在Sleep 和recognize 这一组呢 基本上 它可以预测 包含 IOS Co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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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A-L1跟Clark 它会转移出MRA 然后产生CURB跟CRY这两个COP 它是第一个NECTIC的feedback 它会导致就是这个CRY跟PR 然后反向带来抑制这个BMA-L1跟Clark 对现在我们的生理事项 当然它也会就是 经由这些PR跟CRY的Debuff的部分 去转移其他的DNA 然后然后其他的蛋白 那它这个BMA-L1呢 就是它跟普京的生成是很有关系的 那它也会被M4这个PASW 就是我们在Debuff里面 很旁边的这个M4PASW 跟它是有相关系的 你做说这个DNA 它可能是一个 在我们M4PASW的调控之下 是一个日夜节律 可以影响我们很多生理的蛋白生成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子结构 但是有人去做说 那我们这样子 是不是这个基因在我们的 边前的病人上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变化 那这个主要是就是它去测试不同时间点 它一个在这个月大的老鼠 就是它给它一个特定的 特定的一个就是SIGER 然后再来就是去测它的就是MRM 你看到说H其实在不同的蛋白当中 有些它的节律都会有点改变 那像B1没有1的话 它是还有这个利益 可是它的就是 Phase and Vance是下降的 所以它会开始没有办法 甚至变化没有那么大 它Club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那再来就是如果是Curl 1的话 它的Rease and Vance 它也是Phase and Vance Curl 2的话 它就是没有参与它的节律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的财牌跟这样子的G呢 可能会因为就是肩前的关系 而产生变化 那在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Model里面呢 也是会看到说 如果说我去做就是一个 用导性的贴贤生成的话呢 这些相关的蛋白会不会变化呢 可以看到是在即性的部分呢 就是7天的时候呢 它其实就会有些变化 可是到达慢性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都会有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的贴贤是一个 贴贤的过程吧 不管是贴贤本身 或者是说 它在贴贤生成的过程当中 都有可能让它这个蛋白呢 经由它的贴贤的本身 导致于说它这个蛋白的降低或变化 那既然我们聊这个现象 我们就实际来看看就是Human的部分 它在这个部分有什么发现 然后那我们就是Human在一个 涅液变险 就是我们很常见的 玩固形变险里面的话 它大部分就是造成的原因是就是 海马维的 我们好像就是一个 Temperosis 的Rosis 那第一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三是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 第一就是代表有 就是基本上Nuron Loss 在海马维的Nuron Loss 然后再还有就是 大概50%以上的Loss 可以看到它去做这个 Colocalize的Nuron的配合的时候 可以看到说它的BML1的部分 都是就是如果说它有一个 Temperosis 的话它都是下降的 所以在我们的Human的Lighting Tissue 里面的话 这个BML1的Inserver是下降的 那BML1的话大概就是 接下来它就是用一个老鼠去验证 可以验证说它如果去用它 就是它打一个要让它感生癫痫 然后在慢性的观察 它这些变化的话 可以看到说它一开始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去变化 可是它大概60天的时候 也就是比较慢性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开始降低 所以按照说我们癫痫 是一个癫痫生存的行程 它的确是会有一个事件之后 它是会慢慢的就是去影响到 它的就是蛋白的Discretion 然后导致它最后的降低 它这个IF的话就看到说 就是它在60天的时候 就是它在60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BML 跟BML1的话 都是各数的话 都是下降的 那后来呢 这个B天也继续 它去做了一个相关的验证 它最后看到就是 我们在human的Tissue 跟mouse的Tissue都有下降 那它就去把它拉倒掉 它拉倒的方式就是用一个 Denolins的拉倒 把它打出去 然后验证了之后 发觉其实拉倒的部分的话 如果把它拉倒掉的话 它打量去诱发它 FagePort的话就是 它平常上去评估 就是动物癫痫严重程度的一个程度 可以发觉它只要把它拉倒掉的话 它的Denolins的严重程度 就很容易来到 就像早早的药物 就可以诱发到 它比较严重程度的Denolins 它的死亡率 也都是明显的上升 那也就是说 这个大概告诉我们说 BML1的话 跟我们Denolins的Denolins大概是有关系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Clock的部分 Clock有没有相关的验证呢 这里是有空 那在我们就是在不同的 刚刚那个是面译的Denolins 那这个是我们临床上 另外一个就是 在Cortex里面的 如果有一个发异常的话 我们叫做 Local Phonical Displasia 就是XCD 那它就是把这些手术 它的治疗呢 会把这些不好的 就是所谓不好发展的瓶颈拿下来 然后就把这些 从Human拿下来的瓶颈拿来跑Waystern 可以看到说 它的Waystern的部分呢 第一个我感觉是有什么影响的 那Clock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下降的状况 它之前它觉得说 跟Clock的下降 可能是有点关系的 那其他Nuron的吗 可能包含DTS 跟正常Nuron是没有问题的 也代表说 在这样子的Focal Displasia 病人 它的Clock是下降的 大家介意去看一下说 到底为什么 Clock下降或影响这个部分呢 到底其实跟它新生性有关系呢 可以看到说它大部分 跟Nuron Clock跟Nuron Proportize 在这个Nuron里面的Falm 大部分都是BRI2 也代表是新生性的气氛 是比较多的 PV也有 PV就是我们 Nuron跟Nuron里面 例えば Granic的Nuron里面去抑制它火径的 反而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也是增加它的新生性 那它这个也去做了验证 它后来呢 把这个Clock呢 在不同的Nuron 它想知道 都是兴奋性增加呢 还是抑制性增加呢 所以它就把X 在一个PV 就是Editory Neuron 去做Deletion 那EM也就是Editory Neuron 去做Deletion 可以看到说 其实 把这个Clock 在兴奋性的Deletion 掉的话 它明显的会增加它的兴奋性 那如果说 如果我们去做一些 就是电生理的话 可以看到说 它明显的把它降低之后 它的那个Frequency 就会往 Modip 就会往上 一些Frequency 会往前 它也比较容易去诱发 它的一些 就是兴奋的Spy 会产生 那 刚刚介绍完 DL1 那PR 跟CLY 是有关系 那 跟介绍另外一个 就是后来又发生 就是 发现的另外一个 就是Megative Decay Regulation 它是 RD R 跟R 这个部分 那它更后来 就是去Edit 去影响 是VM01 所以它是一个 在降低它的生成 所以 这个部分的话 是一个另外一个 除了PR 跟CI 另外一个就是 影响VM01 这个 活停的一个 生成 那 这个也是在 就是我们 人类 跟脑的组织里面 它发现了这件事情 那 这天呢 其实它 它 也确实有看到说 就是 除了RED ERD 它把上升之外 它其实有看到VM01的下降 不过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它上升 它会抑制它 所以它会觉得这个下降 它 它会把重点 把它的上升 然后不提出它的下降 不过下降 我们之前也看到说 下降其实也是 一样的结果 或者还是 这一型的上升 它有 做两个不同的部分 因为在之前 那个Neuron 在之前 那一篇就是 BM01的部分 它是讲说在 Hipocampus的部分 它在看它很比较在 Neuron的部分 那你刚才觉得说 Neuron的部分 跟Hipocampus的部分 是两个不同 Codex的部分 是不同的区块 它可能表现是 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 会去做两个地方 不过它 但不管是Hipocampus 或Codex 都可以看到说 这个RED 比它 明显的上升的情形 那在NAS的部分 它也做了一个模拟的 就是 Hipocampus的Model 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 不管是怎么样 它有它的RED 之外 它也是明显的 Hipocampus 里面 或是比较上升的 那上升的最高的时候 就是 一个在VT6的时候 它的上升 也是有明显的上升 那它是做了一个NASA的部分 既然它上升是抑制 如果是B也没有办法 产生 肩鲜的 抑制 那我们就把它 拉到看 可不可以就是 把它的低格降低 那它 做了两个NASA的Model 一个是Tenetic NASA的Model 就是直接去调控 它的基因的表现 另外就是用一个 就是 针对它的 这个 这个 RED R R R 的 这个 small population 的拉高 那它说 只要我们把它拉高 不管是Tenetic NASA 或者是 药物的拉高 都可以明显的让 天显的H 下降很多 不管是它的Servility 或者是它的Duration 甚至可以让它 Undate的时间 变比较晚一点点 所以 它表示它 它这个验证 它有说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这个上升的产生 它如果把它抑制掉 它的确是会 降低它 QCG的发生 所以 第一个Tenetic NASA 就是说 我们在Clark 跟DM 没有让 这个Decrease 或者是它下游的 increase 去抑制它 都会让Tenetic NASA 发生 不管是在Human的 Tenetic NASA 或是Mouse的一些 Tenetic NASA 里面 都可以发生 发现这样子的现象 再来就是我们讲说 它会往下做 那到底这些 Decrease 的国际呢 是怎么去影响 它的边线生成的呢 那我们教授边线 真的是一个很古早的过程 那这场被研究的 就是海马回 然后 藉由这个Hepa Campus output 这是CA1 CA3的部分 然后Denternucle 这边 它传进来 然后往外传 然后混到HepaCampus output 然后去诱发边线 它在这边会有一些 一些兴奋性的 抑制性的 Interneuron 或者是一些 Exertability Interneuron 它们会做一些解卡 那如果说 说到一个就是 Enjoy之后呢 它可能会形成新的 不管是抑制性的减低 或是减少 或是兴奋性的增加 都会导致最后 它神经兴奋性的上升 所以其实在做这个 边线的生成的时候 有一个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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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있는데 看到的是一个连统的结果 它变成的发生 可它是减低意志性呢 还是增加心扇性呢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就 去直接想一想 而且 尤其 decoritas 有些是 意志性的神经元 有些是 心分性的神经元 如果意志性性的神经元 心分性成 dá 它就是更加意志性 如果意志性的神经元 降低的话 反而就是会有更大胆 这样子 不minute的厚度 那他刚刚那个Clock那天他就去做就是human的一些神经术 因为他看到的是就是可能他的neuron的部分也有点影响 可以看到的时候他在不同的layer里面的话 他在第二个h都有明显的就是在我们把他拉掉的话 都有明显的下降 代表他的branch是下降 也就是说他这个neuron的主要是抑制性的部分 他这个branch是下降的话他可能跟human的tissue 一样导致于说他没有一些neuron的fighter 就是去抑制他心分的神经元 所以他会导致于说他的电线容易生成 那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些电 就是把这些帽子的tissue来做电生力 可以看到说其实他这个EPSD跟NPSD 就是所谓的ethatomy的distract 其实是没有太明显的差异 可是如果说我们就是 我们看总体的就是interneuron的确是有明显的上升 那所以他就称一个就是incipitory的potential 可以看到说就是如果把它拉掉的话 这incipitory的potential明显的少很多 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 跟他前面的那个interneuron的减 interneuron抑制性的减少 可以用电生理来做一个相关性 就是他是减低抑制性的interneuron 然后导致于他的神经的depid就是分质的depid 就是导致他减低抑制性的interneuron 然后最后呢减少他的抑制性 导致于一种输出呢是就是他的整体的心分心上升 那这是跟depid比较有关系的 那REV跟ERV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他还去做了他们分下的手法 就是他们找到这个之后呢 他们会把tissue去做一个就是分cortes跟hippetamers 去做的RNA的sequence 那sequence之后呢可以看到是有些gene它是有变化 他会去找他找他刚刚那天有做不同的时间点 他找了这里有变化的时间点的四个时间点 不然是cortes或是以后papens 他去做一个交集 那你看他说就是在20个changes的g当中呢 他发现就是一根心分心的比较有关系 就是slc6a1跟slc6a11 那这个为什么他会觉得有关系呢 我们刚刚讲过有些是跟dg有关系嘛 那这两个g它为什么抄出来呢 另一个基础是说这个东西它负责的是 在我们receptive 在我们屠住前细胞它的zaba的回收 它把zaba的做到细胞内 所以如果说它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它REV 上升的话呢 它可能它就会导致于说 我们在20d750它就看到它intrust 它可以回收回来的呢 它拉到的话 我们要再度假 它拉到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减少 所以它回收回来的intersecular的gaba呢 就会比较少 所以它就会留在它的这个地方比较多 它留在地方比较多的话呢 它就比较不会就是 它的心分性就会被抑制的比较明显 那它去看一下说这个到底跟我们的xd6a1跟xd6a11是不是有关系 所以它说拉到的话都会让它就是下降 所以它如果下降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回收回来 所以它就会留在这边比较多 因为它比较有异性 所以说如果没有拉到的话 它会比较容易产生低距的发生 所以它会觉得说这样子一个核 不管是下降的部分 它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核击的解释 为什么这块EV、ERV、ARPA上升 它会导致于说就是兴奋性的增长 可能就是它大法的回收 跟它大法的回收是有点关系的 它可以做一个就是这样子利益的基础 那另外一个就是 BMA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 它可以做一个RMA sequence 它可以做一个RMA sequence 去看一下 它这些核击呢 它有一个就是PCBH-19 它跟GDH-19的跟什么有关系呢 后面会讲到 就是PCBH-19 它大概在我们就是 Human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典型基因 它在我们的X-Cromosome里面 它大概主要就是它会转入这个 Portin-Portocard-Humin的这个蛋白 它是一个Transmember的Portin 它可能就是会导致就是Nuron的一些 Fidration 或是独立的独处的神经的再生性的关系 那如果说这样子Evitation 它在我们区域的话 大部分都会产生点血 所以它把这个有变化的基因 特别叫这个基因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的原因 它可以一样去验射就是说 在我们刚看到的一些Mouse的Loggle 可以看到说这个PCBH-19 都很明显的是有下降 没有生成 也就是说它可能跟我们贴线的生成 是有点 它可能是有点关系的 所以 早上多期就是说 其实现在就是 针对就是这个 激烈节律的蛋白它的变化 基本上它一定有相关性 但是它的相关性往下的机制 其实有非常多 包含就是我们Nuron的结构的改变 或者是我们Nuron Transmitter的改变 或者是甚至是一些 在比较早期的Nuron的神经元的生成 这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它影响的范围是很大的 那其实这一块还有很多的部分 有待遇见证 就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就是 往下去探讨的地方 那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 就是把这个长大运能改变 来影响这个边前的发生呢 那我们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病人的时候呢 都会问他说 你边前怎么就发生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就是 有时候白天比较会发生 晚上比较会发生 那如果说是白天早期不较会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的一天 因为边前要是一天吃两次嘛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晚上的一些 边前要的部分的比较 比较加重一点点 然后让它白天的时候 比较不会发作 所以这也是一个 有一个日夜节律的概念在里面 那边有人这样做 他做了一个configures而已 他做了17个病人 他把他总体的要量呢 没有明显的去改变 但是呢 他把他的一个 询问他说 比较发作的状况是 时间点有没有固定的时间点 比较说是比较是晚上啊 或者是早上啊 他去调整他白天跟晚上的计料 把它按照他比较容易发生 然后小心调整之后呢 所以他说在同样的计料之下呢 他的一些计划的frequency 是要下降的 所以也许这样子的做法呢 这样子一个小小的 这样子的做法呢 但是在我们 10 series里面 好像也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现象 就是有改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Malcone Malcone Malcone 就是也是我们 生理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Q 所以 他就想说 Malcone 会不会治疗就是 肩鲜的部分 他在就是 目前 就是在这个 Metal analysis里面 大概 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很明显的conclusion 因为就是他每个sopi里面呢 他都是 有个接两个大理事去 看堂该的CGV 那 如果另外五个的话呢 大概就是 只是看一下说 他的 他跟Fanslip 他跟Fanslip 他跟Fanslip有没有灵感 可是对 跟Fanslip有关系 那所以 所以 目前的话呢 大概是只要说 他目前就是 还没有办法说 一个很常业的conclusion 但我当时 Panacone还有很多其他关系 代表包含是 MT1 的conclusion 那 这些部分的话 也都是 目前都才是停留在Fanslip 实验当中 还没有办法跟Human的 economic patient 取得一个 比较好的成果 好 在那边讲到 就是说我们除了 Panacone的调售 或者是说我们 找到这个 病人的一些 日夜节律的话 来调整他日夜节律的 之外呢 我们另外一个 B-Beta的如果 就是这个ROR 那这个 ROR跟RNB DR-Beta 是捷抗的作用 所以也就是说 我这个如果是上升 不好 那如果是这个上升 是好 所以这个ROR的 abonest 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 是不是可以当做一个 就是target 去做 它的一个 代替的 代替 那 R的 这个 这个 我查一下 是一个 就是叶 也有皇宿类的东西 那 它 在我们的 就是 不管是 或是human 里面呢 它都可以就是 配合口服 就增加就是ROR的 的 清合力 就是ROR的 它都很明显的 它都很明显的 好 让这个 在这个animal的model上 这样 不过就要非常小心 这边 帮你探讨的是 AQ C 就是其实我们在做 冰箱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一个 慢性的过程 不过 为什么你都知道 在animal model上有效 在人体上附近有效 我会知道 因为他们大部分 有些是特别 就是打完要什么 马上看它的 就是RQC 觉得变化 所以有时候 它跟慢性的 癫症 不一定有相关性 也许它只是 短暂的去预计一些 它的伤害 但是它会影响 它后续的 生成 这个 还有带电症 但是 可以知道是说呢 如果我们带子 急性的癫症 可以让它的严重度下降的话 它本来就是一个 恶性循环 就是癫症 会造成 瘤我们的受伤 瘤症 就会在产生 容易癫症 然后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但是我如果可以打破 这样的循环 也许是有了效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慢性的 但是偏 HAPP里面 它是没有可以解释的 所以大家可能说 它有这个 伤害性的效果 但是问题是 人体的失业 跟慢性的部分 都还在 还需要 要被更进一步的去确诊 好 那最后大概就是 就是 conclusion 就是 大概我们知道说 Alighted procedure 跟Zikharic tenant 是很有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就是在 Zikharic consummation system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 跟我们节前的生成 是很有关系的 那如果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 让Zikharic tenant 做调控的要务的话 也许可以改善这个 Zikharic tenant 那最后就是说 其实 癫症的病人 本身的一些药物 比方说我们常用的 D8件 或者是在一些 网络癫症的 的一些 生酮饮食 基本上 也都有 陆陆续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 商品在证实 它跟Gatalogen 是有关系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就是说 它本身的用药 可能就会改变它的Gatalogen 所以其实 这药物的部分 跟药物的肺 也是我们未来 在做 Human Study 可能需要去考虑 跟采取的 那也就是说 增加就是 Human Study 跟困难性 好 我的讲 您讲到今天 谢谢 对